洗衣球盒子打開 濃縮洗衣精 包裝在薄膜裡頭 一顆丟到洗衣機 就能直接使用 不少民眾都曾用過吧 這顆拿出來咬 但台中一名一歲八個月大 男童趁媽媽兩衣扶食 爬到桌上拿下一顆洗衣球 後期的咬下一口 媽媽看到之後 都被嚇到趕緊打一一九 將寶貝兒子送醫治療 實際拿出洗衣球來看 多數都是顏色鮮豔 藍綠白紅各種顏色都有 包在薄膜裡頭 痘痘的感覺 大人當然分得出來 但是在幼童眼中 跟軟糖或是果凍 似乎還有幾分相像 被幼童誤食 已經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們才希望你們能幫我們 因為禮物他 因為我們竟然也住 好緊張 男童日前也有七個月大女嬰 因為務實整顆洗衣球 爸媽要轉整送醫 又遇上上下班時間 急得跑到警察局 拜託遠景幫忙開刀 我去廁所然後看進去玩 然後竟然務實 醫生表示一般洗潔經理 除了有介面活性劑 還有較高的鹼性或酸性成分 如果小朋友吃到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喉嚨不適 咳嗽 胸口不是 吐痛 吐吐之類的現象 所以平時要把洗衣球 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如果務實 千萬不要吹吐 或是一直灌水 唯一要做的就是盡快送醫 以免造成二次傷害 TV新聞將軍演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